说到考古啊 总有一些新发现和一些有趣的发现 考古这个东西 它并非要是特别的高大上 因为总觉得某些东西价值连城 但是如果在考古的过程当中 发现一些生活用品 其实真的没必要大惊小怪 但是最近这个西藏考古发现 挖出来一个什么呢 金耳勺 那很多网友就开怀大笑了 就说这是不是文成公主带过去的 其实耳勺这个东西它的用处极大 尤其像用金 这种比较软的金属来做耳勺的话 我想应该是很爽的东西 我也想用这个金耳勺来掏一掏耳朵 我特别喜欢掏耳朵 但是在这里也要给大家一个建议 耳朵真的不要经常去掏它 容易掏脓 掏出发炎 过敏的反应出来 当然用金耳勺掏 可能有益健康 说不定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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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